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总是走过曾经经过的街 走过的桥 希望找到那个像雪一样清冷的男孩 如果 你在长长的街上 看到一个四处寻觅的男孩 他有着忧伤而漂亮的双眸 请你记得 一定帮我问问 他是不是叫梁生 最重要的是 请你告诉他 他的妹妹江生 一直在等他回家 我一直在人桥而开 正寻找你消息的脸 用尽力气努力奔跑 只想再看你一眼 盛开曾经记得花 再旋液凋谢绽放 是 是 还没想到 你 你 你 要 你 你 教授 教授 请你 你好 是不是有个刚送过来的病人叫江生 我帮你查一下 是有一位 他现在见我怎么样 已经脱离危险期了 现在正在病房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车祸呀 有人帮忙把他送进来了 留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没人接 第二个就是你了 有人留了我的电话 那病人需要注意什么吗 伤势不重 不过他的精神状态不太好 有轻微的脑震道 可能会出现头痛 耳鸣和反应迟钝 甚至可能会出现幻觉 不过不用担心 注意静养休息几天 就可以缓解的